一百空八年 台客学生结出路 今年新称立学的方式改变 由过去参与五科变成最多参与四科 众法官今年包括众中 众陆 也还有众生中学 就超过二十位学生 带到四科 马基夫 学生孩子都很有修法 不一定要去讨面后 下载是赢赢赢 台客学生结婚本 今年众中 众陆和金城中学的新称都很好 只是今年一校的规定有改 中中校长也说 中学书的学生来经学校和科学 这个过去学校在辅导处 都要办理我们这个产业趋势的座谈 我相信我们的孩子在收到成绩之后 会就个人的兴趣 兴向跟能力 以及今天拿到的分数 配合未来国家产业的一个发展趋势 会做最好的一个选择 五科的生日是需要努力 学生说 达职没配方一定要按部就班 就是慢慢 实力是慢慢的累积啊 所以不是一次学测就突然会考很好 不是是要慢慢的累积 然后就是照读书计划这样子去进行去准备 也有学生认为 学业生政不是唯一 每一个东方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不是只有科学生结好才是好 因为你看你前几年的新闻 然后你就觉得学测成绩 或指考成绩这方面 就是学业被过度强调 就是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才能啊 其实有些人是他很会运动 然后运动很厉害 然后有些人很会画画 然后不同人才有不同的活动 然后有不同的专场 然后学业就只是其中一个专场而已 就是我们花费很多篇幅在学业上 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有同样的篇幅 放在其他的事情上 因为今年的科学生结出楼前 有高兴入中的核心 发起既队接受采访的诉求 中兴入中学校也都尊重核心 困定核心的组组性 大传媒体新闻中华 采访报道